近日 娱乐圈并不太平 除了闹上热搜的张继科景田事件 还有两位女星也卷入了风波 有一位是Treece中的阿娇 她被卷入私生子风波 有网友抱其为富二代勤奋生下一对双胞胎 另一位则是九龄花坦松韵 她被曝已婚 坦松韵大家都不陌生 90年出生的她今年已经32岁 但因为长着一张娃娃脸 即便演少女也不违和 坦松韵在娱乐圈的位置也很特殊 她是介于流量派和实力派之间 明明成绩瞩目 但人气却远不及养子 迪力者八等人 当然也有人好奇 坦松韵长相平平 为何资源却如此不俗 随后有网友爆料 坦松韵已婚 老公是万达董事华瀚 网友爆料坦松韵的新人老公是华瀚 他是万达集团董事 著名出品人 资深媒体人 天使投资人 八零后创业新贵代表 身高183厘米 体重70千克 随后网友搜开华瀚的个人资料 这位长相略性着急的男子 年龄之比坦松韵大一岁 身高体重和爆料相差无几 现在任职于上海 一家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担任董事长 乍看华瀚的长相 朴素的白体外甲满脸的痘痘 显然让人很难 将其和八零后创业新贵联想到一起 即使坦松韵在娱乐圈不算大美人 颜值也是甩他一大姐 两人之所以走到一起 网友爆料时 华瀚为坦松韵的事业助力良多 先看看坦松韵的事业 显然是九零花儿中的佼佼者 坦松韵每年几乎都有两部大作品和大家见面 题材涉及也十分广泛 既有《锦衣思域》这样的国偶剧 也有《请教我总监》这样的现代都市剧 同样不乏《我们的新时代》这样的证据 再看这些剧的出品房 几乎都来头不小 坦松韵和王凯主演的《相逢而行》 便是由中央电视台《华策影视》等出品 此外 坦松韵的很多电视剧出品房 都有华策影视的身影 比如《我们这十年》 《我们的新时代》 《锦衣思域》 《亲爱的麻洋街》等 这些剧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坦松韵是女一号 那么华策影视和万达有何渊源呢 其实作为业内两大影视公司 两者一直都有密切往来 2016年 华策影视便以二亿入股了万达影视 坦松韵和华策关系匪浅 华策又和万达渊源颇深 华瀚又是万达董事 这其中的牵扯自不必多言 仔细看华瀚的履历表 无疑十分的光鲜 华瀚本名王思明有着多种身份 譬如明星经纪人 媒体人 网络营销专家 商人等 因为近日娱乐圈 华瀚和多位女明星有过合作 还一度传出绯闻 他本人也曾表示 确实和杨幂 刘诗诗 唐音等人相识 但只是合作关系 否认了绯闻 但除了和八五花门频传绯闻 华瀚还被爆是景田的前男友 景田次出道之后 资源就相当不俗 甚至连张艺谋指导的长城 都由他担任女一号 当时外界声传 景田背后有一金主 正是华瀚 景田本人也曾在节目中透露 男友帮了自己很多 但分手之后 今天的资源肉眼可见的下跌 这次谭松韵被爆已婚 很多人觉得不可置信 但也有人将信将疑 因为谭松韵的几年前 便被爆已婚 2021年谭松韵被爆结婚了 又离婚了 而这次爆料是 谭松韵的现任老公是华瀚 无疑让网友一云四起 对此有网友表示 孔学不来风 但也有人觉得 仅凭一句传言就开始脑补 实在没有幸福度 不管如何 谭松韵是一位好演员 多关注他的作品吧 爆19岁男爱豆 有七个伴侣 其中还有两位男嫂子 四位明星背弃坑惨 4月5日 清明节娱乐圈再爆大瓜 又一位男爱豆他房 而且他的十分彻底 几乎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4月4日 有网友注册了一个名叫 祖师妹的信号 第一条微博更是猛锤渣男出轨 祖师妹称 自己洋洋洒洒 写了5000字的始末 现在只想出一句话 自私 自我 自负 没担当 没责任感 没有边界感 冷暴力 渣男这点东西 却让你玩明白了 言语之间不能看出 这是在锤 难有出轨 从祖师妹晒出的图片 也不能看出 两人确实有过一段 甜蜜的时光 祖师妹拿着两人的可影 可影中 两人亲密地倚靠在椅子上 都各自坐着握拳的动作 看上去十分般配 此外 祖师妹的个人相册里 也全是男友的照片 有些是出游 有些是在家中 种种继续都不能看出 祖师妹和男友的感情很深 再看祖师妹的长相 无疑 也是五官精致 大扮靓丽 俨然是一副靓丽女网红的模样 而她要锤的男友 大家也不陌生 正是男爱斗 李润琪 李润琪何许人也 很多人对琪并不熟悉 但追星少女对琪一定不陌生 01年出生的李润琪 今年不过20出头 在音乐上的成就就依然不小 2020年 李润琪参加真人秀 明日之子乐团季 和其他几位成员 组成摇滚乐团 气运联盟出道 李润琪担任的是主唱 兼剑团首 2020年1月 李润琪还拿到了 伯克利音乐学院的督曲通知书 也就是王源欧阳娜娜所在的那个学校 李润琪虽然不算大红 但唱功了的 且年纪轻轻 本有这璀璨的未来 却被前女友吹爆渣男 更被拔出有七位伴侣 伴侣还有男女 网友盘点出这七位嫂子 首当其冲的便是 率先发文的祖师妹 微居第二的则是Kiki 这位Kiki也曾多次发文 吹李润琪 Kiki的情况显然比祖师妹要糟糕得多 她表示因为李润琪受到了身体上的伤害 而且是比较严重的事情 Kiki晒出自己在医院打针的照片 喊话李润琪 复查了结果很差 你害我打了大半年诊 胖了五六斤 你造成的伤害是一辈子的 此外Kiki还表示 手上掌握了有关李润琪的很多证据 准备告李润琪 有意思的是 当初的吴某凡和多美珠事件中 也有一位网红叫 是少女Kiki亚 在吴某凡他房后 网友拔出是少女Kiki亚 给吴某凡介绍了多美珠等很多女生 疑似拉皮条 但是是少女Kiki亚发文否认 称自己也是被吴某凡骗骗了 以为她是真心想要谈恋爱 当然也有人觉得两痕 虽然账号名字相同 但头像不同 或许只是巧合 不止于此 还有网友八出 李润琪还有两位男嫂子 实在让人大抵眼镜 毕竟李润琪不止唱歌了的 在粉丝心中 还是一位妥妥的文艺青年 且李润琪的微博画风清奇 妥妥的文艺版 她鲜少和其他爱豆一样 发一些舞台照 反而像个流量歌手 配上一些唯美的文案 让人很难不沉醉其中 可正是这样一个文艺青年 却被八出彻底塌房 让人直言 人不可貌相 李润琪塌房后 其他四位明星队友 也被其坑散 有不少网友质问 七运联盟什么时候解散 的确 七运联盟有五位成员组成 如今李润琪塌房 团队极有可能受到影响 面临解散的可能 队友自然也会受到波及 目前李润琪尚未回应 不管如何希望他早日站出来 给大家一个交代吧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